您从谈恋爱到结婚 然后再到离婚 大概多长时间了 一个多月 从认识到离婚 不认识到结婚一个多月 结婚之后半年 是这样 挺正常 有这一系列一个月就完成了 杨爱夫的意思 我一个月就结婚了 完了谈恋爱 包括谈恋爱结婚 完了里面 那这个速度挺快 效率挺高的 艺术家都是靠感觉 不不不 我其实 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按照您这闪婚 这不是理性的人 能干出来的事啊 我认为闪婚不代表不理性 您这个闪婚事 发生在什么时候 16年的9月份 也没多长时间呢 对啊 好像我的年龄 好像你觉得 我的婚姻 好像好久之前的事情 其实我也是结婚很晚的 挑个头 挑长相 看来您对 这个生活伴侣的要求 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长相身高 并不是完全的主要 你看赵哥 他说你的要求并不高啊 我说我的要求 归纳为三个字 胃 高 亮 未婚更高 亮丽 我对对方学历 什么其他都不是很高的 您喜欢这一点 就已经要求很高了 关键谁也不知道 你喜欢到底啥样啊 这个相对抽象一些 比如说身高 它用尺能量子来 是吧 长相呢 它就抽象 比相对抽象一些 比如说我认为好看 你认为可能一般 另人说的太一般 或者我认为这个不错 别人看的也不错 这个没有彪 统一彪路 什么样的跟头和长相 是适合您的标准呢 一米六五以上 到一米七三之间都行 最后不得